什麼時候都有客服找你 跟安齋拉拉垃圾演技正版騙哪個比較盤 正版騙也不是安齋拉拉拉垃圾演技 安齋拉拉演技已經算是幾大層了 安齋拉拉是 以前是羽督公子苑 後來變RION 再最後變安齋拉拉 如果你說他演技不好 拜託他都改了三個名字 那都已經是他最後一個名字 你要說演技不好 你也說水埔音吧 對不對 安齋拉拉演技不好 拜託幾個類 你去看安齋拉拉 你就是去看哪一個 怎麼會去看哪一個 看演技 你最後跟你去買河北彩畫片 然後你說 欸 河北彩畫片怎麼不夠大 靠腰 就不是那個問題對不對 你不想用生物效果 然後之後就說 欸生物效果 怎麼不能連去找出大哥 靠腰 講一些小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那大家請多多參考 記得在連任室輸入 驚嘆號大寫BPM 或者我的直播資訊欄 隨著網址 優惠碼可以在結帳時輸入 全天後的客服服務 讓我在半夜三點的時候 跟客服小姐戀愛 還不被外流 好了拉 沒必要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客服24小時的服務 不是讓你去做這種事情的 還在那邊蘋果 iPhone13 阿桑 你生物效果可以製造 槍手的不在場證明嗎 誰拉 是不是槍手 你是誰拉 請問一下 我他媽你們要我做什麼 我一定要做 幹你媽的 沒有跟小元寶在一起 他媽狂丟 臭你媽 你是誰 沒有拉 亂講話 你爸媽 臭你媽的 你是我爸是不是 你是誰 阿可憐阿 過氣阿 沒人看阿 整天工商 我想是不是 沒有拉 我想啦 我想工商的啦 我想工商是不是 想啦 想啦 我喜歡喔 你怎麼不去問其他人怎麼不工商 沒有拉 我有拉 有拉 有人想要了拉 我想當YouTuber喔 我不想 有拉 我想當YouTuber啦 錄了這麼多集 你怎麼想錄我 我是YouTuber阿 我現在就當你做一個YouTuber了 我看起來很爽嗎 我看起來很爽嗎 我很爽阿 我看起來很開心嗎 我哪一次可以抱怨 因為我每天抱怨 所以你們覺得我沒關係 是不是 我每天跟你們說 我不想錄那個節目 我真的不想錄 哪一個啦 我是真的不想錄 哪一個節目 阿聖 廠商收到資訊了 屁啦 亂講話 實況上罵自己公司 那都是很合理的事情 因為以前的事情對不對 所有人都在耍廢 所有人 阿聖 收不去可是給你很多錢喔 有給 有給 給了給 我不知道給多少錢 但是我是誠心誠意的跟大家推薦 對不對 我看起來像很想工商嗎 有拉 有拉 我操你媽的咧 拜託各位 發工商給我 什麼遊戲我都能玩的 什麼遊戲我都能玩的 我工商就是幫公司賺錢而已啊 我跟你講 我工商節約多 他每次都跟你說 其實工作多也不錯啊 你這樣一起賺錢 一起賺個屌 一起賺個屁 老子在這邊自己開實況 比工商賺 比工商賺多了 你真的以為喔 你真的以為什麼工商 沒有啦 博哥 沒有啦 那是以前那個條 那個合約比較嚴格意義 你真的以為他們 對不對 老聖我終於知道 你知道之前為什麼 你在職業要沒工商了 屁啦 後來有錢比較多啊 講每個話都會講 你告訴我幫主要解釋 你們認識嗎 沒有啦 那時候那個合約就有 那合約就是不 那合約就是 會讓你不想工作的合約喔 因為底薪就卡在那邊 然後你工商過底之後 跟公司分的那個論 很糟糕 所以那個合約會讓你不想努力 那合約就會讓你 不是很想接商案 但是 但是 但是現在的約都不一樣啦 現在每個人的合約都不是 都不是走這種形式 因為 因為當初 實況主這東西剛起步 所以 很多人都會覺得 要綁東綁西綁什麼東西的 所以 當初是這樣子 就當初的合約都是那個形式 那後來大家都發現 這個形式其實 對兩方都不好 就是公司那邊賺不到錢 實況主很年賺不到錢 我覺得VTuber就比較適合 我們當初那個合約 為什麼 因為你有底嘛 就是給你一個底薪 然後 讓你可以過過 然後 公司給你什麼資源 什麼資源之類的 那你每個月 幫忙做一些有的沒的 那東西在跟公司拆 你不需要資源嗎 阿聖 哪一個 你說當初嗎 幹 當初 剛初電狼簽我的時候 媽的 那 那根本 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公司幫我阿 公司有幫我的 法務資源喔 公司那時候幫我 就是說 有阿 來告我阿 電狼娛樂的那個法務 陪你們 陪你們繞 有啦 公司資源就是法務 當初會那個約 當初那個約比較類似什麼 就是 我今天跟你簽一個時間 簽 簽這個 比如說我跟你簽三年 為什麼當初都要 經濟約都要簽三年 因為 你第一年不一定會紅 第二年不一定會紅 你可能簽兩年紅了之後 第三年我要回收你的錢嘛 對不對 第三年你接工商 你商案 夠多了 夠多了然後 你都可以過底 那第三年我可以開 從這邊 回收到你的錢 所以經濟約 當初沒有人在簽一年的 什麼之類 簽很短 都會簽比較久一點 那都很正常 那當初 如果你是 比較新人 新人阿 就是你比較新人 可能是 要需要一些公司資源引流阿 我覺得簽這個約都很合理 當初那個時候 因為我 我那個時候 流量比較高一點 流量自己 自己開台比較高一點 那收得懂 那當然也多一點 然後 那個時候辦廣告費也蠻多的 那 工商當然會影響到你的觀眾數量 然後 那時候我去其他 黨股的那個什麼節目 那也會幫忙引流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那個什麼 都高一點 而且當初的 工商費都比較低 每個工商費都很低啦 就當初都很低一點 所以你可能做 我今天可能做好幾 我一個月可能做好幾檔 我一個月可能要做好幾檔 才能達到我的底薪 然後還要跟公司 還要跟公司那個分 分之類的 那如果 那如果我都 我一個一整個月都不工商 我都在認真開直播 我都不做功課 不是 因為以前工商常常還很嚴格 他都要求你要 做功課啊 然後 一個實況主 要在工商跟 平常開台之間 找到平衡 就是也比較難的事情 你要去摸索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工商的風格是什麼 工商我也是近年 才比較知道怎麼工商 就是 可能近兩三年 我2017年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怎麼工商啊 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遊戲 我那時候 工商第一個遊戲 你知道我名字叫什麼嗎 我叫做 32 什麼 什麼 32E奶 什麼 3S 什麼 什麼 3000喔 還是什麼的 靠腰 然後我在世界評審說 有人要跟我約嗎 然後工商 然後那個找我工商的廠商 就說 你不能這樣 不是啊 我想說 那種遊戲 做個效果嘛 我想說 工商這個遊戲 靠腰那個刷圖有點無聊 我做個效果 然後我就是把這個東西放上去 然後放一放 然後廠商就說 超富的 是沒有做功課是不是 怎麼那個武將放前面放後面放錯啊 後來結果 就要再工商 好幾次 就很好笑 工商很成功 啊 對咩 我那時候就是都用這個風格在工商啊 啊 後來我知道不能那樣搞啊 那廠商有一些會在意 沒有 廠商有一些會care 我後來就有的慢慢比較好 我都很正常 後來我工商是 聊天室在罵 幹那個聊天室都應該要ban掉 那個聊天室在那邊罵說什麼 超富的 你在繼續觀望這款遊戲 你媽會死 廠商 你在敢找超富的工商這款遊戲 你也會死 你 每次都在那邊罵 廠商一跑去問記憶的人說 欸那個 超富的廠商都這樣罵人嗎 嗯 就是這樣罵人 欸 他沒有特別這樣子罵嗎 嗯 平常就是這樣子罵 靠腰 阿屎 到底是關我什麼事 靠腰咧 把廠商嚇到了 關我什麼事啊 因為廠商他不一定會 不一定會先看你的直播 知道你是一個什麼樣風格的人 他得知道 我今天花錢 廠商其實也沒有錯 我今天花錢 我 我要 我跟你買廣告 那你就要按照我說的去做嘛 對不對 那不然 不然 就是我們公司的業務 要先跟那個廠商講說 欸 超富的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他自己不會有 他自己會好好的 但他的聊天室觀眾可能會有那個狀況 那我們會幫忙處理一下 對不對 對 就是當初 當初可能都沒有講好 我想是不是 我想工商喔 沒有啦 我想啦